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嘉宾小冬 27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研究生在读 女嘉宾小季 24岁同样来自河北 研究生在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面简单地说了一下你们的经历 彼此初恋 是校友吧 是 也结婚了是吧现在 大几节的婚 毕业的时候 现在研究生在读是吧 对 也结婚了 对 哎呀 酷啊 这多好啊 怎么了 说的不上进啊 不是 我就是觉得 他好多事吧 结婚了以后总瞒着我 然后 我发现了之后 我就跟他私底下沟通了 但是他总嬉皮笑脸的 就没法沟通 他可爱笑 你看他偷偷在乐 说说吧 说说吧 弄哪些事没法沟通 比如说吧 我们俩刚结婚十个月 然后我们买了房子 这房子是我们两家都出了钱的 然后说到时候房本上就写俩人的名字 然后但是 我有一次办居住证的时候 我需要找材料 我发现 有一个房本 我都不知道这事 然后一看上面 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说说呗 解释一下 这件事我在家里已经解释过了 那天 解释过了 对 非常意外 那天我在家 他在天津读研究生 我俩都在天津 偶尔回一次家 我放假了 我就回家了 然后我 那个房管局给我打电话 和我说那个 我们的房本可以去领了 要办那个业务 需要提前摇号的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 那个房管局给他们来电话 打过电话吗 他是打过 我当时没空嘛 我就跟他说 咱们过几天一半 等我有空的时候 他当时也答应了 他是说过几天半 我也答应他了 可是那房管局 不听我的呀 我也想让他过几天半 对吧 那房管局人的说 你要是不来吧 你就等着 下次也要再来吧 那我一想 他过几天还要办居住证 是吧 万一用到这个东西了 你没有 然后你所有手机就得 这个算是他不知道 也可以 为什么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我要 只写一个人的名字 他需要双方都到场的话 才能给办两个人的分门 但是后来 我说我把我的名字加上吧 你不也同意了吗 结果你总是找借口 我一说咱们今儿去吧 然后你就 你就说我今天没时间 然后明天去吧 明天又没时间 你急着加名干嘛 你怕啥 我不是 我就觉得 他怕我那个 哪天不要他了 这我晓得 那件事我觉得可以不用说 因为如果你们感情好 这不是个特别大的事 不是 我是生计他瞒着我 然后我每次跟他说说 他总细皮笑脸的 就是都不太往心里去 对 这态度不严谨 对吧 这才刚结婚十个月你就瞒我 这还得了对吧 还有别的吗 难道我还听见哭着跟你说呀 你可讨厌 你研究生读的什么专业啊 我们研究生读的 都是医药方面的 医药啊 我以为是相声的 来 接着说 姑娘 比如说之前 我们研究生那个考上了之后 跟那个上学之间 不还有几个月呢吗 我们说要不然找一个 实习的机会 就工作岗位 然后就是找找那个工作经验 然后我都跟他说了 他当时也同意了 他就每次都说 行 行 咱找找找 结果我看他的邮箱里面 根本就没有投几份简历 他都不太往心里去这件事 然后我就替他着急 我就给他投 我给我俩一块投 然后投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 后来只给他发了面试邀请 没给我发 我当时还替他高兴的 他当时也挺高兴的 但是我们俩都准备半天了吧 面试都准备了 然后衣服也给他添好了 他那天也挺高兴就去了 结果你说你去哪了 你根本就没去 我是没有去 我是没有去 你干嘛去了 他玩下了 我去玩去了 玩什么 和我同学去玩 这是有原因的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成绩下来了 并且录取名单也都下来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更判重的是我 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而不是我的实践 我觉得实践这个东西 需要有一个良好的 并且扎实的文化基础 还有技能上的基础 你才能在实践中操作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总是和我背着干 他总是说 你一定要先去实践 不是你当时不是同意了吗 你说你想咱们利用 这几个月工作吧 你不是说你去玩这个事 我就拦一句话行吗 不 就是他不同意行吗 你告诉我 不行 那我去了 那他不能在家玩吗 你看 因为他不同意不行 所以他只能同意 对吧 不是 是啊 但是他同意了呀 他同意是同意了呀 他没去呀 对呀 他是同意 他是没去呀 他为什么没去呢 他去玩去了 他为什么去玩呢 他不想去 对呀 他不同意又不行 他只能同意呀 还没明白这个逻辑 但是他骗我你知道吗 他说他去了 他为什么骗你呀 这不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吗 他不同意行吗 你说不行 那他只能骗你呀 但是我生气的是 他骗我 他不跟我说实话 最后是我自己发现的 对呀 他骗你还跟你说实话 他傻呀 他 哎呀 不是你要骗我 你就彻底点 明白了 你让我最后发现不了 他就怪你 你还露下 你还露下 你知道吗 他主要怪你藏的不够深 这件事过啊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我们 当时说考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俩抱的学校有点高 然后我们就要好好学习嘛 每天规定 然后晚上看书 看到十点再回去 结果有一天 他八点 他不到八点 他就开始哈欠连天的 就不好好学了 然后就说困得不行 没休息好 然后想回去睡觉 想早点 然后我们之前每次回去 还有视频一会儿 然后他说今天咱别视频了 我推累了 然后也别让我给他打电话 说自己关机 然后有辐射 结果我就真的 真的相信他了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 我想起来有资料没拿 第二天上课的 然后我就没给他打电话 给他室友打电话 我说想让他带着资料 结果他室友说 根本没在宿舍 没睡觉 出去玩去了 跟学弟 还有旁边宿舍的同学 就瞒着我 打游戏去了 那有什么呀 不是 我们那会儿考研呢 他应该好好学习 考上没 天气比你高太多了 一边玩的游戏还能考上 是吧 小伙子 对 对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对吧 他每次都不听我的想法 我向他解释过来 他发现了 我向他解释 你错就错在你没瞒好 你知道吗 真实的瞒瞒 对吧 因为我们学习特别紧 这事也过 这事也过 不是 主要是你看每次跟他这么说 他总是嬉皮小脸 总是骗我 你还被我发现 那我要是哭着跟你说 你给你报了 这事过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我们快毕业那会儿吧 我玩他手机游戏的时候 然后看有一张照片 是他之前我们俩美好的时候的一个暗闻对象 是他 你们俩是互为初恋是吧 对 他之前 他心目当中的女神 对吧 反正他就之前有个暗闻对象 暧昧 不是女神 然后 暧昧 暧昧啊 有个暗闻对象 然后我有点不高兴 也没特别生气 我就说 要不你给他删了吧 他当时也同意 他当我面给删了呢 然后我说你别留他照片了 你别的地儿也得删干净 然后他说行 结果我没过多久 我用他百度云看资源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位置 一个文件夹没有名字 然后一点看还是那张照片 这应该怪百度云 他们储存了这些罪证 不是 我叫他删干净 结果他没删 他还告诉我他删干净了 这是在结婚前发现的 还是结婚后发现的 钱嘛 对啊 你发现你还嫁给他了 不是 但就不能怪他了 你辩解一下 我跟你说 这个就无中生有的事 无中生有了 他每次都把特别小的事情 要上升到一个 理论高度 我喜不喜欢他的 理论上的高度了 这个女同学是吧 到现在 我都没有他QQ手机 微信 一看没有 好几年了 我都没有联系过女同学 到现在跟女同学 不是 你怎么会有 那个女同学的照片 我以前存的 都好几年 然后我都帮女生 现在长啥样了 高中时期 都有自己 喜欢暗恋的女生 那时候 都偷偷地拍一个 小照片上 保留起来 总以为 能喜欢她一辈子了 可是到现在 我不是喜欢你一辈子了吗 所以那个百度女生 没有用过 我也没有在意 你们那个照片 结果 我喜欢比较在意 都给翻过来了 一翻 就跟我活了 这个不算故意欺骗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我们俩 那个上研究生嘛 都结婚了 也不住宿舍了 然后就想出去租房子 然后他也同意 我俩有一天 一块去中介 然后我看中了一个 一室一厅的房子 我觉得有个客厅 以后来个人什么的 也方便嘛 然后那个房子也像阳 挺好的环境 但他就不行 他别说 咱上学了 咱跟着合租了吧 也便宜点 他就看了一个合租的房子 也不像阳 而且就一个小窗户 我感觉特别不舒服 心里当时 那个我是没有租 就是我感觉没有必要 我们两个都是研究生 都在上学 没有任何的经济技术 租一个房子 跟合租里外里 能差好几千呢 这好几千 说实话 我宁愿让他 穿得更好一点 吃得更好一点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住宿 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啊 我就觉得 他好多事瞒着我 而且你看 他每次跟我解释 总是细皮挑脸 不是还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 你想怎地 过来就是听听老师们 疏导疏导我吧 我就觉得我心里过境不去 就他觉得他难受死了 这臭小子 是吧 对 我怎么说他 他都不听 他总是细皮小脸呢 你看 并且我对他也有不满的地方 你说你不满 他每次约会都 特别的不准时 女人约会都不收拾 这无所谓 我已经 问题是 我已经跟他心情细合的 已经交流好几次了 我说那个 咱别这样 我说那个 我比较讨厌迟到的人 不是 你说咱俩刚交往的时候 你答应你追我的时候 我让你门口等 一两小时 你都没有怨言 你现在三五分钟 你就打电话催 你就没有以前爱我了 那他把这些 所有的青色 很小的事情 都已经删上到 我爱不爱他的程度上了 好 我来问问他 你觉得他还爱你吗 我觉得他没有以前爱我 没以前爱你 就还爱你吗 爱 还爱 但是没以前那么爱 对吧 你爱他吗 我爱他 可是他总认为我不爱他 结婚是谁提出来的 他提的 你就同意了 你们两家人也认可了 一边读着书 一边 这挺酷 正经点 别嬉皮笑脸的 你没有想要跟他离婚 所以把房子 嫌你自己名下吧 没有 你为什么老骗他呀 我感觉谁都会有点隐私啊 难道咱们那么透明吗 对对对 对吧 你去来求疏导的 是吧 对 就是接着婚读研究 接着婚读研究生苦吗 苦啊 我感觉特别苦 对 你们跟下面的学弟学妹 如果建议的话 建议他们一边读研 一边结婚吗 建议吗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那什么 你要愿意的话 你就忍受呗 那能怎么样 他说了一句特好的话 你要愿意你就忍受呗 那他又不忍 那你看他又不忍呢 我感觉 你的建议是结还是不结 行道深处自然 水道渠成 水道渠成 行道深处自然成 哎 行道深处自然成 怎么办呢 是有问题吧 是 要离婚吗 不离 不离你啊 他在这儿啊 这 我们这节目不是个离婚节目 对 在各自说一切 对对方就不能忍受的事 我就忍受不了 他每次解决问题 总嬉皮笑脸 对 我都忍受嬉皮笑脸 对 我觉得得严肃啊 不管什么事 假如说两个人 心平集合谈 你就得严肃点 那我相信 他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你的严肃了吧 是吗 兄弟 对 就说他是每次都 把小事情放得特别大 把一点点小事 放得很大 所以他们今天来了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卷 房子是在婚后买 婚前买的 婚后 婚后买的是吧 婚后本来就共同财产啊 一个人名字 两个名字有什么关系啊 就他骗你 对吗 对 就这点真是你不对 你刚才说 每个人都要有点隐私吧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隐私 什么叫秘密 什么叫欺骗 隐私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手机 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里面有它的指纹 你放在那边 他不去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手机里面 装的是你的隐私 隐私是 他知道这个东西在 但他不去看 这叫你的隐私 秘密是什么呢 你把一个东西藏起来 你不让他看到 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 这叫秘密 所以你那张女同学的照片 那叫秘密 不叫隐私 至于你把那个房证办下来 然后不告诉你 或者说我答应你去面试 然后我和朋友出去玩了 这个不叫隐私 也不叫秘密 这个就叫欺骗 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欺骗这件事情是有等级的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这个欺骗带来的后果 会是怎么样的 比如他欺骗你 他和 他不是和兄弟去的 他是和 他暧昧的女神去的 这就严重了 对吗 所以你说要我们来输到你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认为 你现在是把欺骗这件事情 拔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上 这是你目前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你把一个 嬉皮笑脸的一个样子 也拔到了一个 就你不认真 你不严肃 你对我们这段关系 你一点都不认真 拔到这个高度 没有到这个级别 就他就觉得 哎呀你又闹了 你特别好玩 他就笑一下 又怎么样 其实你们现在出现的问题 知道是什么吗 是你们在亲密关系建立的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定问题 亲密关系包含三个部分 叫相互了解 相互信任 相互帮助 他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相互融合 契合 最后你们变成一个叫互赖模式 互相依赖的模式 这样亲密关系才建立了 你看你们相互之间了解吗 价值观根本不了解的时候 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对吗 他从一开始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就是那么严肃的人 他就那么细皮笑脸的人 但你们结合怎么办 没办法了 只能相互了解 你看相互信任也没有建立起来 一点点小事 你就开始有不安全感 你想想你的不安全感 来自于什么地方 是不是来自于对他 没有把握 是不是来自于对他了解 不够甚 如果今天是 你们结婚三年四年之后 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这些小事情 为他细皮笑脸 他说你这个肯定不爱我了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相互信任也不够 最后相互帮助也不够 这三个东西的缺失 导致了你们亲密关系 建立的不顺利 所以你们要用很长的时间 去磨合自己的亲密关系 所以你们现在需要的是 婚内重新恋爱一次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我想跟你们谈一谈 什么叫婚姻这件事 我先问一下男生吧 请问你为什么急着跟他结婚呢 你所谓的情到深处 水到渠成 那时候是什么一个感受呢 感觉就是 每次有高兴的事情 都想跟他分享 有伤心的事情呢 我也特别想和他说一说 然后 有的时候 见不到他了 总感觉切一点什么 所以你想跟他 朝朝夕夕地处在一块 对 不用再思念了是吧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有可能 会有比他更吸引的女孩 然后我不会想要 再多看看世界这么大吗 我觉得不会了 很确定 确定吧 至今没有后悔过 没有后悔过 我想 问这段话是因为 我还真的挺不甘愿的 凭什么就是你呀 你知道我 为什么这样觉得吗 我真觉得我条件没有比你差 我咋就遇不到这样子 老是吸皮笑脸 不会对我发脾气的男人呢 然后在初恋就非我不可 一生一世 世界这么大 他都不要看了 他就决定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跟我结婚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呢 不要说这个世界好了 我们就说在这个舞台上吧 多的是 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怎么样都不肯结婚的男人 有各种理由 包括我事业还没有建立啊 要先立业再成家 然后呢 我想要先存一笔钱 我父母还不同意 或者是我们之间了解的认识还不够 还有很多矛盾 大概呢 各种光怪陆离呢 合理不合理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听过借口了 我还很少在这个台上呢 听到有一个男的 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告诉我说 我 就是想跟他 穿穿在一起 我要告诉你的是 有的时候 你说心里需要梳理 让我们帮你 你心里过不去 会不会只是因为 你不懂得珍惜跟感谢 请问这男人 为什么非要像以前一样爱你啊 除非 你一直不断地进步 你越来越有魅力 你越来越懂他 他觉得 我以前很想见你 现在我觉得我更想见你 以前觉得我们心有灵犀 现在觉得我们 简直是灵魂的伴侣 除非 你越来越能证明 你对他生命的不可或缺信 要不然 他没有像以前一样 爱你是正常的 我再问你一件事 他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呢 他粘在这个台上 讲的最多的一个台词就是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请问 你的老公 能不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以哦 他能不能不听你的呀 有些事可以 有些事可以吗 在你们家目前 是每件事都不可以 他为什么非得骗你呢 当然 我认为欺骗是不对的 但我认为 逼着对方 非得要用欺骗的方法来过日子 也是不对的 刚刚川哥问你 他能不能不听你的 不行 那怎么办呢 他如果又有自己的想法 跟你又不一样 跟你讲了 你又会翻脸生气 那他只好瞒着你 不是这样吗 人都要求生存的 有的时候 嬉皮笑脸是一种天性 但有更多的时候 嬉皮笑脸是一种躲避 你比较愿意 他不要嬉皮笑脸 每天跟你吵架 或者是很生气地怒吓你吗 不愿意 当然 所以 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 真的算好了 至于这个男人要不要上进 能不能够更成功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告诉你啊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是这样说的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但是愚昧的妇人自行猜毁 也就是说 你要有本事 让你家变得更好 让这个男人更成功 你要适度地找到他的亮点 表扬他 鼓励他 肯定他 诱导他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 所以我们才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你有听过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有一个老是嫌他的女人吗 没有 所以 你想要个成功的男人 先学会做那个了不起的女人 要不然 下一回 你们有任何婚姻的问题 在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我仍然会问你同一个问题 就是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拥有一个更好的男人 除非你懂得结婚之后 怎么做人家的老婆 不是只索取他对你的爱 你还得成为他的帮助 好 谢谢 早结婚晚结婚都不是问题 关键是弄清楚了 婚姻是怎么一回事 不可否认的时候 在婚姻这个问题上 女人比男人看得重 因为女人付出的多 尤其是在生理上 而男人看得相对于会轻易的 所以她才会说 我需要我的隐私 她几乎在婚前婚后是一个状态 但是你不一样 所以有些女人经常讨论一个问题 我是嫁给爱情 还是嫁给何事 你觉得你是嫁给了什么 我觉得我是 何事 也是爱情 你觉得你又嫁给了爱情 又嫁给了何事 那你应该很幸福 应该没有烦恼 那为什么今天你在场上 所有的表现 让我都感觉 你只是嫁给了爱情 并没有嫁给何事呢 因为生活中会有矛盾 所以我觉得矛盾里 我有的时候心里很不好受 所以说就是对于你而言 你自己也感觉 你们磨合得不够 对 对吧 所谓的何事 所谓的互补 也只是大体上的概念 但是在生活当中 你还缺少处理彼此之间 磨合问题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不是打一张结婚证 就叫夫妻打 打这张证 其实没什么要求 到了年龄就可以打了 这个世界上就两件事 是不需要什么要求的 一个做父母 一个做夫妻 只要你们自己心甘情愿就可以 但是虽然表面上是没有要求 那是因为第三方对你们没有要求 但自己对自己得有要求 所以我才回复到第一句话 结婚早或者是晚 不重要 你得弄清楚 婚姻的分量是什么 很显然你们俩在结婚的过程当中 在盖那个戳的时候 那戳一盖下去的时候 你们俩并没有意识到 婚姻到底分量有多重 这就是在磨合了之后 再结婚的好处 而你们也没有 所以说 陆琦说你们结婚之后再恋爱 再进行磨合 但是现在 接下来在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你们千千万万再不能以 恋爱中的彼此来处理某些问题 而要意识到 我是有本的人 虽然你们是研究生 你觉得他们其实很矛盾 他们打了证 又天天跟那些学校的情侣 天天生活在一起 那些人的一些不慎重 在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我也需要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你一定要对我放心 对我充满信心 不管你安排不安排 我觉得我的以后都一定会闯出一遍天地的 你信任我十年 我觉得我会被你信任一辈子 我听那老师说 我现在心里是舒服多了 我不能一直让你爱我是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 你不用说了 我感觉还是我骗了你 主要是你一定要给我空间 咱们一切什么都能解决的 好吧 我觉得你这个态度还挺好 海星其实是用一个反问的方式让他去思考 他说的是 如果你怎样怎样 他就不爱你了 他说的不是 他一定不爱你 听明白了吗 你这孩子傻的你看 他什么都较真 来 请回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啊 我爱我 我爱你了 我爱你了 你不要那么叫得了 我问你 你求过婚没有 没有吧 没有 没有吧 反正婚你是没求过的对吧 好好求啊 来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他们的浪漫时刻了 各位请见证 老婆再嫁给我一次吧 好吧 我下次 那就是二婚了 没事了 二婚也是一个人 亲戚吗 亲戚们 抱抱 行了吗 行了啊 行了就开灯吧 来来来 拿着啊 开开心心的啊 好好好好守着这份爱 好吗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快乐 来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至少不算你 不想却平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爱填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其实如果要一辈子都这么天真 特别好 就是单纯的爱就行 请让人羡慕的 祝他们开心和幸福 来吧 下面这一段 谈的 在我看来有点多 你们给看看呗 了解一下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是我对待他 还是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 但是成为男女朋友之后 我就觉得他变了 我觉得我没变啊 我觉得是他想太多了 有时候还叫我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什么叫我莫名其妙 我对他都是怎么付出的 而他对我呢 他说我不关心他 老是想法设法的去试探我 我觉得没有这么多的必要 我特别想知道 他现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我才能知道 我们还有没有机器走下去的必要 你的想法 只是你还不会表达 恋爱都谈到这个份上了 连对方的想法都不知道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曾23岁 来自黑龙江 这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丽 同样23岁 也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老师好 女嘉宾好 欢迎老师好 没有记错的话 小片里说你主动追的他是吗 是 这小伙子哪吸你 长得帅啊还是 当时我们是在学校社团认识的 然后经常会一起出一些活动什么的 啥社团 就是志愿者的那种社团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 而且他做事特别专注 特别认真那种 我觉得如果这种人 如果能成为男朋友的话 可能会对我很好 这是你想象的 现在是你男朋友了吧 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结果呢 发现跟想象的不一样 之前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 经常还会一起出去玩 但是他从在一起以后 我就感觉他变了一个人样 甚至前段时间 他竟然跟别人说他没有女朋友 那他竟然说没有女朋友 那我算什么呀 其实他先忽悠着我 他怎么忽悠你的 我听听了 他跟我说 他去外地工作 然后不在本地 然后结果他还是在这 你们毕业了吗 没有 他在实习 就他说到外地实习 对 结果他还在你们读书的地方 对 然后他又停注册一个微信号 就跟我说 跟我聊到一块 我以为是我学妹 然后待会聊嘛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女朋友 你为什么说自己没女朋友呢 进展以后的话题嘛 能聊得更广一点 进展以后的话题 聊得更广一点 听明白了吧这件事 他扮演一个女生 试探他 他上钩了 对吧 是你上钩了吧 半上钩 如果不是他就真的上钩了 是这么个意思吧 你来干嘛呢 你都知道怎么回事 来干嘛呢 我就想明确一下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他在心里 把我当成什么了 啥意思呀 我觉得 我觉得我俩还能再抢救一下 还能再抢救一下 他是来抢救的 除了这件事之外 平常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 之前还是挺好的 然后有时候会陪我一起上 玩自习什么的 但是 最近我就感觉 他就变了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跟他说什么 他就觉得我烦 然后 有些人一说 他就说他打游戏 说他各种各种 就是找借口吧 然后不打理我 我就心里 就是觉得他越来越冷大了 对我 而且我对他那么好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能这么对我 我以为 我对他好以后 他可能会对我更好 我知道可能 两个人在一起 会有烦燥气 会的 但是我想在烦燥气的时候 我就对他更好的话 他可能会 就是心里 就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你别跟我们说 这概念性 你怎么对他好 他怎么不领情呢 你能说说吗 就是 他之前 他喜欢打台球 然后 我之前看一个 那个台球杆挺好的嘛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 买了以后 就送给他以后 那个 我是想 可能就是女生嘛 毕竟还是要含蓄一点 我就说 是我朋友借我的 然后我说 那个 你喜欢 你就拿去玩吧 你说如果按正常的思维 如果是不是借的话 难道不用还吗 但是他从来都没关心过这个 从来没问我 你这个是不是需要还呢 这个 他就是一直就用着了 为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 既然你给我了 就应该是不用还的 人家告诉你是借的呀 他说给我了呀 他说 拿去吧 我觉得就算是你借的 你应该自己能解决吧 你自己能解决 OK 我听明白了 球杆贵吗 球杆也不太贵 四百多 四百多 行吧 听明白这件事了 实际上面 你是一心一意对他好 对吧 一直以来 我都真的 我就是对他 我真的 所以我能想的 我能做的 我都自己做的 你举例说嘛 你不要说概念姑娘 比如说 主持人也听说今天 就是我嗓子有点不舒服嘛 就是有点感冒了 然后他就是说 你多喝点热水吧 说完以后 然后就 自己打自己的游戏 别的就什么都不管了 但是你记得吗 那时候你生病的时候 我是怎么对你的 那时候我本来是要去 因为是后来他室友告诉我 说他生病了 在那个医院呢 挂点机呢 然后我就赶紧 我就在那头都推了 我说我去不了了 然后我就上上去看了 看了他那时候 他当时就是 挂手已经睡着了嘛 然后就出汗了 我又给他擦汗 然后又照顾他那种 然后当时他嗓子肿了 就是说不出话 吃不了一些 就是太油腻的东西 只能吃点清淡的东西 然后当时除了以后 他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然后我就带他去吃东西嘛 去了那个 我俩之前经常去的 一个那个小餐馆吧 然后那个姐姐也挺好的 然后当时去以后 我说姐姐 你有没有清淡的汤什么的 当时那个菜单上没有 我说姐姐 你想想能不能 给他做一点 还想 我想让他就是 有点营养的 然后那个姐姐 就是先跟厨师说的 就是菜单上没有那道菜 就给他做的那个 排骨炖的那种清淡给他的 我就觉得我对他这么好 但是同样一件事 为什么他能对我的态度 就是两种态度 你说为什么呀 你要问我们吗 这还不明确吗 我的天哪 真行 你们俩的这个恋爱 谈到哪个进展了 就你们俩谈着玩玩的 还是见过双方父母了 没有 他见过我父母 他见过你父母 那次说这事 我就更生气了 你气什么呀 因为我父母来天津 刚刚的嘛 然后我就想 就是之前我父母也知道他 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 然后我也会经常 跟我父母夸他 夸他对我怎么怎么好啊 就是因为我想让我父母 给他留一个好印象 后来我父母来了以后 就是我父母的意思 就是说先别告诉他 说怕他如果就是 直到要见家长的话 可能要带一些东西嘛 毕竟我俩现在 还都是学生 就是钱呢 都是家里面负担的 就不想让他 让他有太大的压力 最后一会儿 我就带他去的时候 他见了以后 是当时挺好的 过后他竟然把我骂一顿 就是怪我没有告诉他 没告诉他什么呀 没告诉他 说我有我父母 陪着一块吃饭 让他特别尴尬 我问问啊 这段爱情里面 一直是你主动是吧 是你追的他对吧 对 有人追过你吗 在大学里 有 也是一个就是 之前关系挺好的 然后他就追我嘛 我当时跟他说了 说了这事了 跟谁说了 跟他说了 也就是说 你即使跟他谈恋爱 还是有人追你的 你不是没人要是吧 对 好你接着说 然后他竟然骂我了 本来我是想 跟他说这事的时候 我是想让他 帮我想个办法 怎么推脱一下的 然后他竟然说我 意思就是说 那个就是我如果不勾到他 他也不会来追我 就这个意思 那不难吗 一个巴掌拍不响吗 那你自己的事 你应该自己解决吧 那要你干嘛呀 那个男生是怎么纠缠你 还是什么你跟他说 也不是说纠缠我 就是之前我们两个 关系挺好的那个男生 身边有一些朋友 都是经常在一起玩的嘛 然后他突然间就是跟我说这些 就是我就挺尴尬的 他也知道我是有对象的 然后他也知道 我对他怎么怎么好 然后他就觉得我挺好的 所以才跟我说这些 弄得我就挺尴尬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应该怎么办呢 这事 然后他就说我了 意思就是我勾到他 你喜欢这女孩吗 有好感 有好感啊 一年多仅仅有好感啊 他应该对你特别好吧 照顾和伺候的都不错是吧 是 是 你承认是吧 你对他上过心吗 也上过心 偶尔几次 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逻辑 完全勾连起来了 女生 你真的来问他 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吧 对 男生 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告诉他 我觉得你对我挺好 然后我也应该 对你有所表示吗 我也应该对他有所表示吗 我的天哪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 不是别人爱你就一定要爱他的 你同意这句 我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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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 Iraqi 他没不错 上午 他早便 这 游调 我好感觉 是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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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陆奇老师说的对 如果你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 或是至少在未来能更诚实 也算某个程度一种赎罪吧 我之所以说赎罪这个词比较重 但是我认为在过去这十个月 其实你明明就没有喜欢她 却还一直站着人家对你好这件事 对人家的青春的耽误 对她心情的伤害 确实某个程度 我认为一定是一种罪过了 明白吗 明白 至于对女孩 我觉得很简单 你知道你现在看起来 很不快乐吗 你这样现在看起来非常可怜吗 我只是没有想到她会这样 因为 你怎么可能没有想到呢 你只是不承认而已 女人都是被自己骗的 其实常常都不是被男人骗的 我相信你在刚开始跟她在一块 你们会一起看电影 然后呢会一起聊天 那时候你们还没有确认关系的时候 你一定看起来是快乐的 你一定比现在更阳光 更活泼 更有魅力 但是这将近一年 一个不被爱的过程 一个一直不断地巴巴地求着人家爱你的过程 让你看起来好可怜 所以我只想告诉你 对一个人好 不会换来爱情 欺骗自己 不会换来真相 所以找一个可以让你快乐的男人 找一个你爱他 他也爱你的男人 你需要的就只是这样 让自己健康回来 美丽回来 一段爱情如果不能让女人谈恋爱的时候 变得更快乐 那就是一段不适合的爱情 保养品擦了 如果让你皮肤过敏了 就换个牌子 显然不适合你 好吗 加油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寇老师 来 图老师 前面碰上这种事我更恨这边 那现在我更恨那边 你知道你看他的眼神特别痴情你知道 就曾经有一段 那两位老师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那眼神就直勾勾地看 特别痴情 不是 你哭什么 那些追你的男生 他们内心大概也是同样的失落吧 你所做的一些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当你每次受到冷落 又每次越挫越勇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的 你应该早已料到今天 所以也就没什么好哭的 至少付出户 你说呢 你待会不会出来吧 你先承诺我 你会不会出来 你说你会出来 你就说你会出来 你说你不会出来 就是你不会出来 你会出来吗 我再考虑一下 那就是肯定会出来了 那还谈什么呢 就当一个人 不愿意在你面前 保持一个很好的形象的时候 他不介意在你面前的形象的时候 他大概就是不在乎你了 所以他动不动会以那样的方式来回馈你对他的好 你对他好的时候 他居然跟你说你有病啊 所以说 男生所想的是有种比没有好 女生想的是有早没早 打上两杆子 万一能打下来呢 但是爱情不是对赌协议 不是双输就是双赢 其实你也不快乐 虽然你明明占了便宜 内心是愧疚 对 但是你在这儿 你看见他那样 其实你并不高兴 对不对 所以以后千万记住 不喜欢一个人就坦诚地告诉他 即便让他当时伤心 也不至于耽误他更多的事 你说呢 这个待会儿60秒的时候 道个歉别出来啊 听见没有 好 就这样 谢谢老师 来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爱是 爱是无死的 但是 我对你的爱是 自己的 也不懂 这次是 我对你 还不在这儿 我对你 我对你 自己的 误会 我对你 有点 你 我对你 还不在 你 我对你 来请关门 好了 心情是舒畅的 在这样舒畅的节奏当中 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来自万事大爱保专区的 网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们结婚六年半了 结婚以后 他一直不要孩子 我想要 他总拿家里没钱 养不起孩子当借口 我觉得 他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了 这么起以条件 不成熟为借口 而不去做的时候 只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 是他根本不想负责任 第二种原因 是他已经另有打算 你跟他聊聊没准 他会比你先提出 要离婚的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要保湿一辈诗一辈诗防晒窗 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辈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辈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股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堂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 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